网友都说你的中文退步了 都怪你 我说错了你也心懂了 一般这种情况得看电视剧 我原来不是一直做文艺评论类的节目吗 我主持那个节目可能要停了 老公被淘汰了 不是不是 改版一下 可以把那个节目移植到这儿来 在咱们的视频里聊一聊 千古绝尘 古章地不行 北折南原 都市就可以 看看 讲的是五个都市女性的创业故事 创业 做买卖 第一段呢 讲的是金晨演的这个角色 突然发现自己被小三了 他喜欢的那个男人居然还没有离婚 我供应口水干嘛 结婚那日在订了吗 初步订是下个月20号 公知父母了吗 没有 我爸爸话都说绝了 他说要跟我老死不相往来 得不到父母的祝福的婚姻 能接受吗 不结婚了 父母 有缘您等 还好 爸爸喜欢你 那要是他真反对怎么办呢 不结了 真的有分手了 你说 你怎么这么不坚定 我重新审睡觉了 睡觉的感情 少来电话 回家之后发现了一个遗嘱和财产 分割协议 他发现这个男的还没有离婚 如果你有一个男朋友的话 突然有一天发现 原来他还没有离婚 你自己被小三了都怎么办 什么时候 之前你必须得办 办完之后还是能接受的 但是你被小三了这么多年 没关系 但是 什么剧 怎么立即上来就这么闹着呢 怎么不说话了 你能听我解释吗 解释什么 五年前你就说你离婚了 我对他一点感情没有 一种让清清楚楚写着 90%留给你女儿 10%留给你太太 财产都留下了前妻和孩子 他不是之前突然间有病吗 抢救来的吗 没有醒过来的话 他就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金晨觉得他被骗了 能理解吗 这个剧可能就没太复杂了 有一个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和一个叫喜羊羊灰太狼的 我觉得你可以看 他有一点雄风 我觉得不错 挺适合你 这个太绕了 阿姨 我知道 但是钱有那么重要吗 以后再整理整理就行了 再一起掐饭是吧 再去共同完成自己的人生三件大事 是吧 金晨也是一直在留学呢 然后跟那个男的一块儿掐饭 每个人都有这三件大事 跟那个情况的话你会怎么办 给他一定的时间 比如说三个月 干干净净的处理好 但是金晨选择的是直接回北京了 来北京看看我奶奶和我妹 不回来的话后边剧情没法推进 熟悉的环境 这是他奶奶 中国老年人的退休生活 韩国的退休老人一般都什么活动 爬山 妈妈妈呢 一般逛街 老的老的不消停啊 还逛街 不可能老逛街 比如说就没有什么类似中国这种跳广场舞啊 真的没有 所以我就觉得中国来了之后 就很多老人公园啊 一起干什么事 觉得很健康的一个感觉 房子不错吧 北京这个房子 他就是拆迁的 这是真拆迁 然后二环有院 你爸啥回事 你爸今天晚上又有应酬 不是说话 不是说话 这段讲的是另外一个女主角 我觉得他的家庭 这个男的呢非常非常忙 看孩子的事主要靠这个女的 作业写完没有 作业不会写 找你妈呀 让你妈辅导你 印象中好像韩国很多女生是家庭主妇 男人在外面挣钱 嗯 但大部分的女生会放弃自己的职业 但是如果是女生赚的更多的话 也有听说是男生看孩子 不会有老人帮着带孩子这种事吗 有 但是呢 不像中国那么的普遍 嗯 能理解吗 有的人觉得这个不公平啊 但是呢 我觉得吧 毕竟是女生自己肚子里有宝宝10个月生了 妈妈的爱强烈一些 不一样 如果这个女生愿意的话 其实妈妈看孩子 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吧 有可能 因为看孩子可能并不比弄公司容易 对 看孩子比我工作 比我赚钱简单的事 不要这么想 看孩子呢 就一直没有下班的状态 24小时嘛 睡着了 没有 盯着呢 盯着做梦去 无量能有几个车轮子 这不会吗 我有同事有孩子的 说辅导孩子功课 这几年无数次想把孩子掐字的冲冲 就辅导这小子做作业 想不揍他都难 你来吧你来吧 我陪圆圆看我动画片去 你 你知道这部动画片主人公是谁吗 你知道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好人为什么 坏人为什么 好人做过什么错事 坏人做过 陪孩子玩 可能比辅导功课更累 过程中的孩子会有很多无厘头的问题 你跟小孩玩啊 他没有结局 他就永远给你编制新的剧情 拿起个玩具 还让你去给他编剧情 那职员不听话你可以开除 孩子不听话我能开除吗 我是不是每天都按时下班回来帮你 帮我啊 你真逗 对这么说不行 这就是容易吵架的 就一起的帮什么 这种单词也不行 这不是帮忙的 下面这一段冯小刚亲自出演 艾伯你能不能理解明场面 妈就可以拍你了 服装 那件何事 故事给你讲讲 我简单的跟你说 导演 这个故事 实在没有时间了 他就讽刺很多流量明星 特别忙压组压戏 就同时好几个戏一块拍着 然后没时间 去那也没时间对词 老师咱俩要不要走一遍 不用 没时间 没时间 赶快来看 你一点都没变 一二 一二三四五 说我这句话 明白了 配音呗 后来 他为什么坐过来知道吗 他往中间这一坐 镜头 他都是正面 叫姑娘都正好那时候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别看他念的这个数字啊 表情一定 还挺有感觉 一三二一四五六七三二 不要说了 韩国的影哗剧 真的很忙的演员 然后没时间对戏 如果是这么重要的角色的话 不可能客串那样子的话 就不可以 好演员啊 谢谢大爷 我说的不是你 说的是黄老师 这段呢 是另外一对情侣吧 那要是你不要我了呢 到时候什么都没了 我呢 风口无凭啊 你看你看你看 你又得往那张纸上 我们不是不结婚 你等我拿了学位 找到了工作 买了房 咱马上就结婚 特大好消息 我也要去德国了 你觉得那张纸 那张纸重要吗 他的想法 太不考虑这个女生 只考虑自己的立场 结婚是自己不想干 所以就不结了 我得给我爸妈换一套大房子 还有我导师 他不是爱钓鱼吗 就给他送两个最贵的鱼盖 我表哥 他不是一直张罗着孩子 到北京上学吗 我成全他 还有我那同学大军 我回头就想办法 把他弄到北京来 专门给我开车得了 那我呢 分手 干嘛干他 这个时候怎么办 分手 这个国担的分手 你的未来里有我吗 这个男生太自私了 就真的没考虑他自己啊 反正是这样 不开心 这个肯定不开心 你看这个女的是怎么做的 这一箱子都是你冬天的衣服 这一箱子都是你夏天的衣服 他觉得如果我现在跟你分手 我十年的青春不就浪费了吗 未来十年也会浪费的 还有这个 蒸汽运斗 掐饭吗 这个曲掐饭特别多 以后有小三的可能性 对 但是男生觉得 这样的女生会好吗 有这样一个女生对你好 如果你很爱她的话 确实会生活的很好 但是这个事是互相的 如果一方是一味的这样对你好 你只是享受的话 享受那一方 就会觉得那个人是应该的 对对对 就好像不重要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不太平衡的关系 就是 无论男女 这像妈和儿子的关系似的 你直接把自己打包装箱子里 想你的时候 就不用找替身 这不是就是以后会有小三的感觉 他德国找到一个 在德国生活的中国人 替身 啪了一下 或者我觉得这女的是 真的事业 真的是你强能了 然后就把这个男人开了 这种比较爽的结果 是吗 这段讲的是 是他们两个人在外地出差的时候 邂逅的 新的呀 新的一对情侣 很多呀 对 像 关系比较复杂 韩庚 本剧最大笑点 韩庚说他不会跳舞 他两个算是认识的 但是他没有交往暧昧的状态 开车三个小时 给他一个惊喜 去看他演的话剧 你都不知道这男的来了 不知道 这个算是一个升温吧 这种情况会感动 两个人称暧昧的 那男孩对你也有感觉 互相对 肯定 然后突然间出现了 嗯 不会觉得很尴尬吗 是什么场合吧 这种场合肯定是高兴的 那你要回韩国 比如我突然间 你告诉你 然后我直接就去了 然后在你家楼下 好像得隔离两周 回来我还得再隔离三周 一个多月过去了 不是我不想去 现在也确实是不方便呀 这又是一个新的人物 新的感情 他们俩的关系没太看出来 也不像是情侣 但是要是 导师 导师不敲门 直接随便进 就像是普通男的关系 这个女的崇拜这个人了 然后他们在一起 你听说我有一个关系叫 soulmate 灵魂关系 男女关系说是 soulmate 是 你听说那个段子 说男女之间 有没有纯洁的友谊 我认为没有 他们说有 结婚十年以后 基本上是纯洁的友谊 阿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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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看你的喜羊羊 灰太狼 整体说一下 这个剧感觉 怎么样 首先呢 人物多 可能展开的故事会更多的 值得看 你记得出吗 熊出没就三个角色 可能简简单点 不是完全理解 但是多了 感觉是自己看很厉害的剧 第二呢 都在北京 头音比较熟悉 用的单词 正好我现在需要的级别 比如说喜羊羊灰太狼 太简单了 这个程度才能提高我的 中文学评 祝你成功 适合的剧 大家喜欢 我们这样的视频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 我来吧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 123 哈哈哈哈 这就配音 哈哈哈哈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类型的视频 点赞三连 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继续拍 如果不喜欢的话 以后不拍 拍啥 直播的时候有网友说喜欢看那种外国人看中国电视剧或者综艺节目有什么感受的那种视频 网友们喜欢什么我们就是出产什么 但有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在广播节目里边我正面的和批评的什么都说 但是视频里边我就担心会不会出哪个电视剧一般 如果你批评了他喜欢的艺人呀 他就可能会骂我 为什么广播节目里没人骂你呢 广播节目过去就过去了 网上的节目完之后他一直留在那 不是因为你的节目没活所以没人听啊